大家好 我是Mr.Rider Racing Team的領隊陳俊宏 我主要是負責車隊的管理與經營 以及照顧車隊的小朋友們 車隊從2013年成立至今 有很大幅度的成長 讓我很感動 也非常有成就感 那也很高興車隊的成員們能夠享受 參與賽事的樂趣 其實中間經歷過很多的困難 也曾經想要放棄 但是憑著大家對賽車的熱情 還是堅持的過來 雖然現在國內賽事的環境還是相當的艱辛 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保持這份熱情 參與國內大大小小的賽事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謝謝 各位好 我是Mr.Rider Racing Team 的車隊總監曾昌漢 他今年35歲 然後有年紀不小一把 然後我的工作主要是車隊運作 然後就是賽事前後的總運作的一個總監督 在車隊建立的出行之後 我們再藉由一些小的賽車活動 例如說耐久賽 還是一些大盤光辦的一些走行會 藉由這樣子的一些活動 我們來進行賽事運作運行的一個訓練 然後讓這樣子運行一兩年後 剛好有一個機會我們參加了台灣大賽車的比賽 然後讓我們一直在訓練的一些賽事運作能夠正式的應用 那未來 因為我們車手 兩位車手都已經三十幾歲 都已經是老屁股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培養新進的車手 那我們車隊現在基本上有兩三個新進車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必須要慢慢訓練它 融入我們賽車隊 並且培養一些在賽車場 以及在這個業界裡面該有的知識 該有的技術還有該有的態度 尤其是態度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的目標就是在慢慢的扎實的培養我們這邊的技術 然後讓我們真正的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專業賽者隊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Mr.Rider Racing Team的車手周盛翔 車號16號 從以前的PRK賽事 然後到後來的TSR 還有包括TIS 那到現在的大盤光算一算 其實在台灣比賽也12個年頭了 算是車界的老屁股了 那今年是我第一次以600cc的機種 參加大盤光的賽事 那在我們團隊的支持下的話 希望我今年能夠取得很好的成績 來回饋各位大家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 Mr.Rider Racing Team 加油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Mr.Rider Racing Team的車手 江青耀 車號27號 我經歷過UCR TSR 以及今年度的TSF 台灣大賽車 賽事經歷也有三年的時間 希望能跟隨前輩腳步 能在今年的賽事有更好的表現 也謝謝車隊給予我支持 我會好好努力的 加油 Mr.Rider Racing Team 謝謝大家 謝謝